上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周天柱日前在中国评论月刊3月号发表专闻台湾的统一与被统一 周天柱认为随着大陆快速崛起两岸实力的此消彼长 如今岛内有近一半民众预计台湾会被中国大陆统一 未来民进党完全执政的四年两岸关系充满各种风险与挑战 对此大陆必须有充分思想准备并尽早做好各种应对之策 那么台湾为何对被统一如此恐惧呢 长期以来在台湾社会所充持的大陆信息 牵引色的是以片面歪曲负面抹黑为主 民众对大陆的快速发展感到心惊 对两岸通过和平发展快速融合感到忧心 对被统一后自己的处境甚为担心 这几种综合因素的互相叠加交汇进而根深蒂固 对被统一必然表现为忧心忡忡 诚惶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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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手中唯一的可用工具仅是选票 未来民进党完全执政的四年两岸关系充满各种风险与挑战 对此大陆必须有充分思想准备 并尽早做好各种应对政策 一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时 要直接充分听取台湾名义 广泛交换意见 寻求社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 但想不到的是台湾部分人士被自我设定的意识形态所绑架 断然拒绝与大陆对话协商的一切机会与可能 自动放弃了必要的解释的话语权 出现这种政治相距所导致的被动统一 二大陆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 就是要依法治国 一切要以宪法法律为依据 我们需要百倍警惕的是 台湾民进党所推行的反中法案 都以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呈现 我们同样必须依法对台施政 所有反台独接回台的措施 必须形成法律 才有权威性 才有威慑力 才有可信度 才能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 为台湾民众所接受 三 台湾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统一的过程中 所遇到的阻力与障碍会相对较少 社会主义的各种优越 兴胜过资本主义 党内民众自然而然 会从向往以致 跃升到自我重新认定于选择 四 台湾历史上长期的孤儿命运 让台湾人格外在意尊严和主体性问题 大陆应以同理性理解 当两岸在制度认同和生活方式上趋近 民众对统一的心理期盼就会增加 统一的道路自然平顺